來 各位看 這個行秋即將開大招 不過我們雷神一刀 咻 直接 9滴的傷害 9滴 甚至不用加傷 夠餅都不用吃 嗯 來吧 開盾的女僕 一樣 咻 死了 最強的一擊 15傷 哇 直接打15傷 哈囉 各位安安 我是夢幻光 這次要來和大家分享介紹這套牌組 它是真的超級猛的 就是聖鶴雷神搭聰明的這個冰隊啊 我昨天啊 就這兩天玩下來啊 打了21場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5槓里 那我唯一輸的那一場呢 居然還是因為骰子的原因 就你們看這個片段 對象沒有抽到賭徒啊 難受啦各位 我這個大招開出來 明明可以造成9滴的傷害 沒有叫對方的 但我就插兩個冰骰子 然後又沒有牌可以燒 啊 啊 我輸在大招開不出來啊 喂 啊 我輸在骰子開不出來啊 啊 終止了這16連勝 有沒有 感覺輸得很冤啊 不然我絕對可以一直連勝下去喔 啊 反正我昨天輸的那一拜之後呢 我今天早上啊 又打的5場啊 又是5槓里啊 反正這一套呢 是真的超強喔 那這一套怎麼玩呢啊 我現在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回合呢 雷電將軍就是常規的開元素戰技 加普通攻擊 就是斬打造能量 OK 這是第一回合 那第二回合呢 雷電將軍就開元素爆發 這個奶香的一刀一把 好 接下來就切到生賀 換開生賀的元素爆發 OK 這就是第二回合 而且這個順帶一提 生賀這個元素爆發所召喚的召喚物啊 他結束階段的時候 還可以再配合雷電將軍的雷法二要支點 打一個超導反應 進一步降低對方的血線 好 那接下來第三回合呢 我們就是用生賀的元素戰技 生成這個冰靈 那生成冰靈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換到叢雲這邊來收割戰場啊 那這時候你就是事情狂狂 看你是要開元素戰技 收割人呢 還是要開元素爆發 那這時候元素爆發 傷害是真的超他喵的很痛 久低的傷害 而且我們這一套牌啊 還有這個雙兵共鳴的粉碎士兵 傷害還可以再額外再加二喔 那搭上賭徒啊 真的是超級超級超級暴力喔 那順帶一說啊 雷電將軍在第二回合的時候啊 你他甚至是可以搭配粉碎士兵 然後再加這個仙跳牆喔 直接給對方造成久低的傷害 直接基本上是秒掉對方 一隻角色喔 那當然呢以上也只是簡單講個 大概的公式而已 那實際情況呢 還是要根據場上的變化 去做零技應變喔 那我自己再舉個例喔 比如說你第一回合 如果有開到鐵嘴的話 那你第二回合呢 雷電將軍拔彎刀之後啊 那叢雲的大招能量不就滿了嗎 對不對 那如果這時候呢 對方切到他的主要角色啊 就可能是他的核心角色啊 那你甚至呢 可以搭配這個諾艾爾的順切 然後直接切到叢雲 然後打一個八點的大招傷害 啪 給對手一個措手不及的秒殺 有沒有 反正有關這套牌組的一些思路啊 以及替換卡方案啊 我都會簡單的整理在這部影片視頻下方的 簡介說明欄會那邊 隨機的可以去點開看一下喔 那我們接著就進入實戰新華吧 有機會的 可以來塞我嗎 就可以來塞我吧 自己會去好的 你置信 可以解釋一下嗎 所以我做到的是 咦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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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牌都很重要欸 慢 這些牌都很重要欸 不要啦 都煩欸 唉唷 難過欸 抱怨 難過 我派萌捏 我的派萌捏 那是這一套給我介紹那個 我們洗了喔 看看我 看看哪一套比較強欸 來吧 我直接開大了 我也開 我也開 我現在會有點不要 那我直接開一個冰閃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弄地的 為收最後一顆賽子 接下來第三回合是關鍵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你這時候才能 我全部都要冰就好啦 全部給我冰 全部給我冰 冰冰冰冰冰 一個冰都沒有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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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一個冰都沒有 這麼關鍵的時刻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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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哪 誰 誰 你在那 kun 我 我不想 我 renew itet 廢 不切 我只要重攻擊 我想啊 我想移近了 所以收掉我們就收了 開補兵 然後等等他可能要切克琴 切克琴 我就要直接跟他預決勝負了 他只要不要這時候有大招 這是一個豪賭朋友們 他只剩兩張牌 我就不信 或是沒有一斗 我覺得他應該沒有一斗 那我贏了 謝謝各位贏了 看他9滴血對吧 9滴血對吧 我沒有吃先跳牆 直接秒掉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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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都一樣是雷神帶兩個黎月人 哇各位 5-0 10-0 10-0 各位 死筆 三隻也剛好 他叫我不要開心他 不要開心他 喂喂喂 這麼早都 他居然是給甘雨喔 甘雨也可以 但是 一般都是給鍾尼 然後拿上那一把武器 每回合加5個盾 哇 這個以甘雨 我該不會是阿末斯 阿末斯甘雨啊 阿末斯甘雨啊 阿末斯甘雨 有趣啊 對面這一套 真的常常打 啊 還真的是耶 真的 常常打天地 都會遇到一些 挺有趣的牌子 可以學習學習 沒有小看啊 甘雨很強 我最近其實還在研究 就是阿末斯的 還在研究呢 好 他這個再給叢林 補一點 這樣子 等等開他 雙門都滿 這個也沒有放雷耶 雷的話至少可以打個超寶 可以再進一步 對群造成神來 放棕尼 可能也是 有什麼含義 遊戲當然 我們在 原神大世界 雷神雲裡面 這個組合還蠻常見的 比如說 什麼 文竿啊 直接開盾 然後 鋼魚直接在裡面射 對吧 哇 這個閃子有點尷尬耶 為什麼只有一個冰 為什麼 偷喵的只有一個冰 開下去 等等雷神開大 是開下去啊 我只剩這四個閃子 我就只剩這四個 喔 有點害怕 就 就 我啊 啊 可不可以抽到那一張 我感覺是不用換人了 我感覺 比小弟通常我可能是第二回合在開吧 呃 第一回合開的話 他很快 第三回合就跑去對方那邊 通常都是在可以斬殺對方的 那一個回合的前一個回合開 比較有自信可以 我也想說我要下回合直接衝嗎 如果下回合直接衝的話 我就直接開這個小弟喔 他直接先手解釋 我想一下 我直接開這個小弟的話 還是先不要好了 我們下回合還不足以秒掉 先再握一下好了 那這個攝影物真的很扯啊 每回合只會給你兩盾 蟲子兩多 媽 牆 喔喔喔喔喔 怎麼那麼多雷啊 我的可愛 他該不要再移近了一次啊 看來他是想要憋出大招來喔 啊 行 他想要憋大招是吧 只是先肅情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我吞喵的啊 沒有賭徒 先阻止他開大 要來了要來了 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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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羽終於要來了 嗯 嗯 嗯 不知道他會不會換人 不知道會不會換總理來扛 還是說他會再放一個冰蓮 那我看看他怎麼操作 是嗎 就這樣嗎 那他沒了 哎呀哎呀為什麼就是沒有那個啊 賭徒啊 如果有賭徒這回很賺 好那我們這裡直接切生賀好了 也不確定他的門打掉 直接小弟這時候可以開 他如果長一的話就賣得掉 不長一的話我就直接一技能加上 那他如果賣掉的話雷神剛好能量一點 那就直接雷神開大 看他怎麼做 而且我還有重攻擊 我以為無力 我還有重攻擊 你看這個小弟的就是 感覺他只剩一回合 那時候再開 好蓮花鼠 好蓮花鼠 面白蓮花鼠 嗯 不過他只剩兩張牌啊 好他竟然開這個 喔他真的要把我收掉 欸欸欸欸 一樣看這個 他竟然是蓮花鼠被人感性 我看可不可以在賭賭看抽到那一張 我看可不可以在賭賭看抽到那一張 嗯 還行吧 啊 真是的喔 那他這裡重贏就直接兩點了 那等等我重贏再開個大 直接這回合收掉 前提是他不要再做什麼事情 喔他把最後一張牌燒掉了各位 打掉 OK 沒關係我有換單 好 那他沒了 他已經沒了 我直接開一個 OK 為了我們大招啊 還是 喔我想說給帝君一點對不對 給他一點那個 對啦 當然我這 我直接給他用大招 大招收尾吧 因為他已經結束階段了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直接大招一個收尾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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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給帝君一個尊敬 啊 大招送走 好 以上呢就是本部影片視頻的內容 那最後再給各位看一下 卡組確認一下 那不知道各位看這部影片視頻有什麼想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喜歡的話也可以幫忙點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視頻 又或者是直播上再見囉 感謝各位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